過去幾十年來 伺服器架構都是以多核心的CPU 和大量的DDR記憶體組成的集中式記憶體架構為主流 但是近年來 AI 的蓬勃發展 帶來更高的運算效能需求 但是傳統的DDR記憶體在物理的限制下 已經沒辦法完全滿足這些行星的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 就需要CXL技術的分散式共享記憶體架構 為各種 AI 應用帶來效能上的提升 CXL 擴充記憶體的設計與傳統的DDR記憶體完全不同 它是透過 PCIe Gen 5 的傳輸介面 可以實現更高頻寬和更低延遲的運算 然後靈活地進行記憶體的資源共享 身為公共記憶體的領導者 我們致力於推廣新型態的 CXL 共享記憶體技術 那是為了 AI 與高效運算成為最大的助力 到了今年的第二季 我們推出了業界首創的 64GB CXL 擴充記憶體 並在客戶端那邊獲得了驗證 為了確保 CPU 與主記憶體高頻訊號傳輸的穩定性 過往的 DDR 記憶體都是遵照 JDAG 這個協會制定的公版設計 但是 CXL 擴充記憶體沒有公版可以參照 而且機構、線路、零組件、擺放的方式都完全不同 這就非常考驗各家模組廠的自主開發能力了 那同時為了實現共享記憶體的技術 CXL 機器端與 Host 端的溝通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我們是透過了長期累積的研發能力 與 Intel 、 CXL 擴充IC 的供應商 密切的交流、反覆的驗證還有 Debug 經過八個月的時間開發出這個 CXL 擴充記憶體 那我們設計的亮點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為了解決 PCIe 5.0 這個介面 因為高效傳輸所產生的過熱問題 我們採用旗片的設計搭配散熱輔料 確保產品在高溫下還可以穩定的傳輸 第二個是 CXL 擴充式記憶體 貫徹了我們公司 ESG 環保永續的精神 採用無鉛料件以及可以完全回收的鋁合金外殼 第三個是採用霧黑霧銀的配色設計 帶出沉穩洗鍊的公控特色 讓這個與市面上大多採用黑色系的產品 可以做出區別 以鼎聲跟記憶體產業二十年 一路從公控到引領AI的發展 品質是眾多客戶選擇我們的關鍵 記憶體的相容性與可靠度至關重要 因此我們從零件承認開始 即對各零組件進行單一品項的驗證及交叉測試 並對模組進行溫度、濕度、震動等驗證 還有在不同平台下進行的相容性測試 我們盡可能在模擬客戶端的使用環境 這也是我們在客戶滿意度調查中 品質、評分最高 而且從眾多模組廠中脫穎而出的原因 從研發、設計到品質把關 椅鼎團隊都注入了為了客戶多享一點的精神 也讓我們能夠打造出具備台灣精品潛力的優質產品 為全球AI市場注入關鍵動物 研發、設計劃哥 中間最有限調查中 任議員與高山進行公司 軟維調查中 嗯 對自己所詞